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摩克十几本电学,我是陈振旭老师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介绍11-3 Part J 的部分 RLC串联电路的屏宽 在介绍屏宽之前,我们用收音机的例子来跟各位同学做讲解 各位同学,假设我们有个收音机,我们想听F1 106.1MHz 的电台频率的讯号 我们就把它调到106.1MHz 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收音机跟电台的谐证频率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收到的节目的声音是最清晰的 各位同学有经验吗?假设我们如果把频率从 106.1MHz 调到 106.2MHz 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收得到电台的讯号 只是说这个时候的电台的讯号开始变模糊了 我们继续往上调整,假设我们调到 106.3MHz 呢 可能会听不到节目的声音 那我们换个方向来调整 假设我们反过来 往下调呢 调整106.0,一样声音会变成很模糊 那继续往下调整呢,可能调到 105.9MHz 呢 调整106.2MHz 的频率 好,那我们往下调呢 调到 106.0 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讲过,可能听得到节目的讯号 可是不是很清楚 可是还是听得到 我们把这个最极限的频率呢 把它叫做是下截止频率 F1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往上调整 调到 106.2MHz 还听得到 可是往上再调就听不到了 我们把这个 106.2MHz 的频率 叫做上截止频率 也就是斜震频率下 往下调整,调整到听不到的 叫做下截止频率 往上调整,调整到听不到的 叫上截止频率 好,那我们在这个听得到的范围里面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频宽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的频宽是 0.2MHz 所以什么是频宽呢 频宽的原文是band width 简称BW 它的定义就是斜震频率下 信号的有效频率范围 也就是我收音机 切到我们的斜震频率下 往上调或往下调 我们还听得到的 电台的范围 好,那我们进入到图一 RLC串联电路当然也有频宽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功率的角度来解释频宽 频率一样是从 0 往无限大增加 好,那我们的 P 呢 首先呢,我们在斜震频率下呢 可以得到一个最大值 P 好,我们把它叫做是 Pn 那同样的,我们把频率往上调或往下调呢 P的大小就会慢慢变小 好,那假设我们调到 2 分之 Pn 的大小的地方呢 我们对应到的频率就是 F1 跟 F2 好,我们把它叫做是截止频率 好,那截止频率下对应到的 那个功率大小刚好是 2 分之 Pn 我们把它叫做是半功率 好,那为什么 F1 跟 F2 对应到的功率是半功率呢 如果以收音机当粒子 接收的功率如果低于 2 分之 Pn 那个讯号几乎是听不到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的信号有效范围的频宽大小就是 F1 到 F2 也就是 2 分之 Pn 以上的功率的频率 好,到 Pn 之间的频率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我们低于 F1 跟高于 F2 的情况下 也就是 P 小于 2 分之 Pn 的情况下 好,这些讯号已经落到 其实我们不需要了 好,就是算是无效的讯号 好,那各位同学了解到 P 的频率响应图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I 的频率响应图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P 等于 I 平方 R 所以呢, I 的频率响应图的长相 跟 P 的频率响应图的长相应该是一样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 F1 的情况下当然有一个最大值的 I 平方 那在截止频率下 F1 跟 F2 的情况下 那在截止频率下 F1 跟 F2 的情况下 当然会有一个对应到的电流大小 这个电流大小是根号 2 分之 I 平方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远离 F1 跟 F2 之间的频率 在 F1 的情况下 在 F1 的情况下,因为 P 等于 I 平方 乘上 R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P 跟 I 都是最大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F1 跟 F2 对应到 P 跟 I 各位同学,我们刚刚有解释过了 我们在半功率点以下的讯号 收音机或者是其他的机器 几乎都是收不到讯号 好,那所以我们 2 分之 P 是怎么来的呢? 2 分之 P 其实就是 根号 2 分之 I 的平方乘上 R 来的 所以在 F1 跟 F2 对应到的电流大小 就是根号 2 分之 I 对应到的功率大小就是 2 分之 P 这个请各位同学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来做个整理 频宽的大小就是 F2 减掉 F1 也就是讯号的有效范围 那 F1 跟 F2 呢 我们要怎么定义它呢? 它有一些名称要记 它的别名还蛮多的 首先它叫做截止频率 也就是不在这个频宽范围里面 我们的讯号几乎就听不到了 那当然也叫做半功率频率 因为刚好在这个频率下的功率是 2 分之 P 那它也叫做庞带频率 那 F1 呢? 我们再讲的更仔细一点 它叫做下截止频率 F2 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上截止频率 那我们来看一下频宽的一些相关的公式 第一个 VW 当然等于 F2 减 F1 那第二个公式很重要 VW 会等于 F1 那这个公式的推导也是非常复杂 各位同学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上网 或者是参考书目后面的附录的说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品质因素大于等于 10 的时候 我们图式 C 的曲线是对称的 那在这个曲线对称的情况下 有什么关系是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下截止频率 F1 会等于 FO 减掉一半的频宽 也就是 FO 减掉 2 分之 BW 那第二个关系就是 F2 会等于 FO 加上 2 分之 BW 那同学可能会有问题 如果 Q 小于等于 10 Q 小于等于 10 的时候 我们的曲线就变得不对称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图五的部分 这样的曲线已经变得不对称了 所以我们刚刚的 1 VW 加减的公式 就不能用了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关系是可以用的 也就是 FO 等于开根号 F1 乘上 F2 可以使用 好 那这些公式的相关应用 我们在后面的单元 有范例 来带各位同学来练习 好 那我们 PART J 的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